第26章 陰陽秘術 第4集 上一集我們說到 我兩師兄弟就來到格仔叔的家 而格仔叔的媽媽 她的眼睛就睹得大大 目光呆仔 就好像兩隻眼睛不懂轉 面上邊就一副好驚的樣子 似乎就看到什麼好恐怖的東西 而嘴裡就發出那些嘔嘔的哭聲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年輕女兒 大侄仔啊 我媽媽為什麼會這樣呢 她從地裡一回來就是這樣 是不是撞了邪啊 叫屋裡的人全部都出去 另外幫我拿三支長香 和一搭紙錢過來 師兄就吩咐 師兄啊 這個阿婆應該是撞了邪啊 而且很可能是被鬼附身啊 我就說了 雖然我對鬼眼現在被封住 但是我憑直覺 總是感覺到這個阿婆身上 那些氣息怪怪的 她的確是撞了邪 而且身上的怨氣還很重 師兄就著頭眉就說了 怨氣?阿婆會有什麼怨氣啊? 我不太明白了 她身上的怨氣並不是她自己的 而是其他人的 師兄很肯定地說 到底是什麼情況 等一會就知道 師兄就來到唐屋的鄉岸前邊 將點著了的長香 插在香爐之中 你也出去吧 我不叫你進來 你千萬不要進來 以免驚擾到亡魂 師兄就把格仔叔趕出去 記住 將你們家附近的所有貓 全部都趕走 一隻都不要留在這裡 師兄又吩咐 小七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做法事之前 一定要燒香呢? 師兄突然問我 我…不是很清楚啊 我拎了阿頭 這個問題之前我是沒有想過的 其實我們做法事就是溝通鬼神 燒子、燒香就是對鬼神的一種尊敬 相當於古代的一種拜帖 提前跟鬼神打個招呼 這樣我們一做後邊的事就會容易一點 師兄就解釋了 這位阿婆她雙眼圓增 眼中無神 這個很明顯就是走了魂的精兆 而她面露驚恐之色 嘴裡還發出了不是屬於自己的聲音 這些就是被骯髒的東西上了身 師兄看著阿婆一路分析給我聽 我咒了一下唐尾就問 那會被什麼鬼上身呢? 可以上身的東西不一定是鬼 這個世間還有一種東西叫做妖 我剛才說過了 阿婆的身上有很強的怨氣 這個就是附在她身上的那些東西發出來的 妖?師兄,妖是什麼來的? 我不是很明白地問 妖是介於鬼和人之間的一種存在 而這些東西給鬼就要難對付得多了 對付鬼的方法對妖根本就沒有什麼作用 以後你碰到自然就會知道了 師兄就說了 被上身的人有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魂魄被壓在身裏的某一個角落 他們失去對自己肉身的控制權 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幫他們拿回肉身的控制權 如果肉身沒有了,一切都是浪費 只見師兄手捏劍子 貼著阿婆的眉心畫了一道符 眉心是人的天門所在 而這裡是人最薄弱的地方 我們先從這裡下手 我剛才畫的這道符 是一道普通的驅鬼符 配合著口訣來用 要喚醒阿婆的魂 首先要把符在她身上的那些骯髒東西 趕出來 師兄說完 就念了一道口訣 然後突然手指向前一睹 定了在阿婆的眉心之上 嘩 阿婆就發出了一聲怪叫 嘴唇得鬼屎那麼大 他拾指揮舞,掙扎著起來 就向師兄撲過來 被骯髒東西上身的人 他們的力會暴增 而且他們是不會感覺到痛的 我們出手一定要快、狠、準 師兄就一直對著我說 但手上的動作卻是絲毫不慢 他再一次點向了阿婆的眉心 阿婆就好像速度電一樣 定了在那裡不動 但是兩隻手仍然不停地亂舞 嘴唇也不停地吼叫 小七 你幫我抱著她雙手 不要讓她傷害到自己 師兄就說 我馬上跑了過去 一下子就抱著阿婆的手 但是阿婆的掙扎的力 實在是太大了 我連喝奶的力都用了 足足堅持一刻 附在阿婆身上的那些骯髒東西 不單止沒有出來 反而掙扎得更加厲害 最後還把我整件拼開 還不停地在自己身上亂找 身上都扭出了很多血痕 師兄 那怎麼辦 我又再一次撲過去 把阿婆的雙手抱著 這樣下去 阿婆的身體肯定就頂受不住了 如果不是考慮到阿婆的年紀大 不得打 我真是一巴掌就蓋死那隻東西 師兄就很生氣 他鬆開了 壓在阿婆微心的手指 阿婆全身一軟 又摊在床上 對眼還抹得大大 還發出烏烏的哭聲 小七 有兩隻東西想出他身 一個是非常兇殘 我不可以強行出手 而且這樣會傷到老人家 你去叫格仔叔過來 你叫他準備一把圖木劍 一個起屋用的蜜豆 一枚銅錢 一碗清水 師兄就吩咐我了 很快 格仔叔就把東西找了過來 他在一邊很小心地問 大侄仔 我媽媽到底怎樣 格仔哥 你媽媽的問題有點複雜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 你要記住我說的話 一定不要讓貓出現在你家附近 師兄就一面嚴肅地說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按照我說的做就行了 如果有貓出現 你就幫我打他下來 師兄看了格仔叔一眼 將他要說的話又摘回去 今晚你們全部家人都不要外出 在堂屋裡等我 一會兒聽到什麼聲音都不要推門進來 知道嗎 然後師兄又把格仔叔趕了出去 然後就把房門關閃 小七啊 接下來我來講 你來做 你先把蜜豆拿出來 師兄對著我說 一切的惡鬼都會怕幾種人 木工就是其中之一 而其中的老班就是木工幾大祖師之一 所以老班的蜜豆是所有鬼魂的黑性 而蜜豆經過法師的口訣和手椅的加持 就會對惡鬼產生極大的傷害 你拿一張紙錢點著它 心裏面就默念著我在路上教你的那些口訣 師兄對我說 我不敢怠慢啊 立刻左手就捏著蜜豆的蜜線 右手就拿了一張紙錢將它點著 閉上眼睛 就開始在心裏面默念口訣 將蜜線拉出來 纏著阿婆的身 記住按照我和你說的 用生死列來纏 千萬不要留啊 否則就困不住這隻鬼魂的了 一邊淺 心裏面還要繼續默念口訣 不要分心啊 師兄在一邊指導著我 口訣和生死列 都是師兄剛才在蜜的路上跟我說的 我還是很生疏的 我浪費了很多的功夫 才把口訣完全這樣念一次 額頭上邊都不敢大汗打細汗 好多謝你收聽 百鬼撞天台 本集已播講完畢 下集更精彩 期待你的收聽 第27章 陰陽秘術 第5集 上集我們講到 我好辛苦這樣才念完一次口訣 師兄就說了 你不要急 不要分心 保持著你那顆赤子之心就可以了 師兄就提醒我了 經過師兄的指點 我終於就把這些蜜線 按照生死結的方法 纏在阿婆的身上 小七做得好 回去之後再繼續多加練習 記住 一切的器物都要經過口訣和手印的加持 才可以有能力去克制鬼魂 等你成為法師之後 你就可以好像我那樣 一念發成 跟著 師兄就黏起一條蜜線 手指輕輕彈了幾下 突然間 我就覺得 纏在阿婆身上的那些蜜線 就好像有了靈性一樣 生死結 已經暴落 接下來了 就是第二步 師兄就拿起銅錢說了 阿婆的魂魄 被鬼魂封印在體內 為了防止鬼魂九級跳牆 先要把這個阿婆的魂魄 獨立地封印起來 這樣就算有什麼變故都好 都不會傷到阿婆 師兄講遠 就在那枚銅錢的上邊 凌空地畫了一道封印斧 之後就貼在阿婆的眉心之上 銅錢是可以辟邪化殺 它原因有很多 越古老的銅錢 效果就越好 銅錢外圓內方 外圓代表天 內方代表地 中間的皇帝年號代表人 天地人三才具備 所以才有扭轉乾坤的力量 而埋在地下邊的古銅錢 更加是我們法師夢寐以求的法器 而收賣銅錢的地方 多數都是藏風水最氣場的強盛寶地 他們接收著最好的地氣 而銅錢屬性比較高 五行屬金 銅質吸收氣場的力度是最大的 所以它辟邪化殺的能力也是最強的 師兄對銅錢一直都有好心的研究 他就誇誇奇談地說了起來 日後你在外行走的時候 如果碰到有古銅錢的話 你一定不要錯過 無論花了幾大的代價 都要將它買回來 師兄還故意地叮捉我 古銅錢只有在我們的手上 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作用 如果放在其他人手裡 完全就是布殮天脈 師兄拼了頭 似乎有點遺憾 小七 銅錢雖然能夠封印著阿婆的魂魄 但卻封不住她的綠色 等待在驅趕符在她身上鬼魂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一種異象 為了不令阿婆受驚 我們可以用水封住她的綠色 師兄接著用手指在碗裡沾了一些水 水無塵無污舊 不分陰陽 是封印綠色的上上之船 注意看著我的手勢 師兄的手指在碗裡慢慢地畫著 那些線條結合起來就是一道符 師兄的那道符畫了好幾次 直到我完全記住 他才把手從碗裡拿出來 幾滴的水珠分別滴在阿婆的眼和耳朵裡 魂魄耳鋒,綠色耳鋒 剩下的就是用圖木枝把那隻鬼魂給我抽出來 然後師兄就把圖木枝交給我 圖樹的枝幹是致陽枝密 它可以克制一般的陰邪枝密 這種方法相對是已經溫和了些 對主人的傷害就沒有那麼大 圖樹枝的尺寸也很有講究 一般長度在三尺三就最好 圖枝三尺三,遇鬼打翻餐 這種說法在民間都有 差不多老人家都知道的 師兄就一直說 我一路看下手裏面那條圖枝 真是差不多三尺三 一條圖樹枝,上打斜神,下打陰靈,靈 師兄就念完 我手裏面的圖樹枝竟然輕輕彈了一下 我有一種速電的感覺 從南向北,抽三邊 師兄對著我講 我毫不猶豫,動在手裏面的圖樹枝 啪的一聲,就抽在阿婆的身上 阿婆的身就一陣抽搐 嘴裏面還發出幾聲痛苦的慘叫 人有人道,鬼有鬼怒 你是何方鬼魂,還不和我快快延伸 師兄就渴了 阿婆在床上翻滾 一流黑煙就和她身上飆出來 因為痛,她的臉就扭曲在一起 嘻,大膽陰魂,敬酒不飲,飲罰酒 師兄就冷渴了 腳踏五行步,左三尺 由西向北,抽三邊 啪啪啪,三聲翠響 阿婆身上又飆出了三樓黑煙 這些黑煙都是鬼魂的靈魂 嘔吼吼吼吼吼吼 這個時候,阿婆就停止哭吼 她嘴裏面就發出了一聲 好像野獸般的長蠔 她伸出了十隻手指 出力地去握身上纏著的那些墨煙 而這些墨煙就好像極具高溫的烈火一樣 阿婆的手一碰到墨煙,她就會慘叫不止 而且手指頭還出現一個灼燒過的黑煙 師兄,阿婆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我也很害怕 阿婆這個時候雙腳跪低 她伸著身,拾指亂揮帽 她抬起頭,嘴就抹到鬼那麼大 牙齒都露出來 這個樣子還哪像是一個人呢? 我說了,附在老人家身上有兩隻東西 剛才哭的那個是其中一個 現在到另外一個了 師兄就講得很自然 她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阿婆再次發出一聲長蠔 好像小孩子的啼哭一樣 突然間,外邊傳來一聲貓叫 很快,有更多貓衝了過來 無論大貓,小貓,家貓,夜貓 全部都站在房梁上下 有些就蹲在樹叉上邊 有些就趴在院長上邊 隻隻都依牙依齒,雙眼通紅 一眼看下去,呼喉喉,全部都是貓 似乎整條村的貓都來了 師兄,怎麼辦? 我不知所措 貓雖然平時看下去很可愛 但是,這麼多貓聚在一起 每一隻的樣子都這麼狠 看上去,真是令人頭皮發馬 外邊就已經亂成了一鍋足 格仔縮的家人,手裡拿著木棍、鐵鏟 人人手上都拿著工具來跟貓對視主 但是那些貓,一點都不怕人 反而嘴裡還不停地發出喵喵的聲音 前肘還不停地探出來 好像一副要撲出去的樣子一樣 大膽貓妖,憂得傷癮 師兄的大怒,他單手結癮 一指,點在阿婆的額頭之上 貓妖就如受重擊 控制著阿婆的身體,便縮到牆角落頭 喵喵喵喵 阿婆嘴裡豪名不止 他一對眼,沒有一些表情地掛著師兄 如果不是顧忌你老人家的身體 我真的恨不得一巴掌便拍死你了 不要以為你躲在阿婆的身上 我就拿你沒辦法 將你走出來,我一定會拿你來點陰燈 師兄是真是生氣 他雙手不停地抓住 極力地控制著自己的情緒 闖着嘴 喵喵喵 阿婆發出了一聲高昂的場號 而外邊的裙貓啊 似乎得到了進攻的命令 他們紛紛串下來,揮起雙肘 張大眼睛ers controlled 便向格仔叔通jen 撲上去了 找死 师兄一声怒喝 一巴掌就抽在阿婆的头顶 阿婆双眼一翻 就昏了过去了 外边的那些猫 立刻就好像瞬间没了灵魂 纷纷就掉头就扔了 眨眼而已 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大猪仔啊 我妈它怎么样啊 师兄一走过来 格仔叔就立刻问 它刚才还被一只猫捞伤了 手上还滴着血 拿桃树的叶 折一些汁出来 拆在伤口上 以免感染 师兄就吩咐受伤的人了 好多谢你收听 白鬼撞天台 本集已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期待你的收听 因风雷 第28章 阴阳秘术第6集 上集我们讲到 师兄短暂地祭住了一只猫 然后就跟格仔叔说 你妈妈的问题有点棘手 你现在带我去她早上落田的地方 师兄就无比屈满地说 不是那只猫妖 和鬼魂有多厉害 如果在外边 她一只手指头都可以捉死他们 只不过 现在他们强行霸佔了阿婆的肉身 就令自己投鼠忌起 有力就没办法洗 好 好 我现在就立刻带你们去 格仔叔就立刻说 他拿了一件外套 就立刻开门走出去 老人家间房 在我未回来之前 你们千万不要进去 将大门紧闭 无论如何敲门 你们千万不要开 师兄就叮嘱住了 随手就拿了一张黄表纸 画了一道符 就贴在大门之上 大侄仔 你放心啦 无论哪个来敲门 我都不会开的 格仔叔的老婆就说了 经过刚才被群猫围攻的事 大家心里面都已经有了阴影 更何况 刚才在老太太的房里面 传出来的动静 他们真的听得清清楚楚了 一想到那把恐怖的声音 全身都打了冷震 起了鸡皮 今晚 天就很黑 即使格仔叔的手里面 拿着手电筒 也照不到多远的距离 几只野长就突然从头顶飞过 吓得格仔叔打了冷震 还怕叫了起身 吓得格仔叔的声音都震了 他就停下了脚步 怎么都不愿意走在最前边 吓得格仔哥 你不是这么大个人都害怕吗 师兄就摇着头笑着说了 他就走在最前边 我走在最后边 老哥肯定是害怕了 我才不像你们那样 整天都跟那些鬼鬼打架 格仔叔就故意大声说了 以此来驱散他心中的恐惧 你妈妈早上在哪块地做事的? 师兄就问了 呃,就是东边的小树林那块地 那块地来这里还有一些距离 东边小树林? 师兄就有点吃惊地反问了 是啊 就是摇着小树林那块地 干嘛呀? 大只仔 呃 没什么? 没什么? 师兄的另一头就不再说话了 大只仔 你都这么晚了 天又这么黑 你去我妈妈早上落田那块地做什么? 格仔叔实在忍受不到这种 走夜路这么安静 又这么诡异的气氛 他再次开口问 没什么? 就是去看看 师兄就很随意地回答 他肯定不可以告诉他真实的原因 如果告诉他 可能他现在立刻就跪了在那里了 而师兄叫我走最后边 就是特地来练我的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走着走着 总是觉得后边好像有一个人跟着我 而且 而且还不断向我脖子吹冷气 我频频地转回头 看看有没有人 喂 小孩 你整天都回头看了些什么 你不知道 走夜路是不能转回头看的吗? 格仔叔说 我马上说 我立刻就觉得 面皮就一阵发沮了 今天在来的路上 师兄才刚刚和我说完这方面的知识 我 我总是觉得后边有人跟着我 还不断向我脖子吹冷气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 说了出来 喂 你这个小孩 不要乱说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 哪里有人跟着你 格仔叔立刻大声叫起身 本来他已经心慌慌了 还说那么恐怖的事 还不是想吓死他吗? 你说得没错 你后边的确是跟着一只鬼 格仔叔都说音未落 师兄就开口地说 哇 鬼 格仔叔就尖叫一声 立刻就拉着师兄肩头 喂 大小孩 你不要吓我 你知道我胆小的 格仔叔就震腾腾 他一对眼就抹到大大 警惕就看着我身后 放心了 没事的 只是一只懵懵懂懂的鬼仔 师兄就摇了头笑着说 跟着又指着我的背后 鬼仔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 过了好一阵 格仔叔才敢开口问 喂 大小孩 刚才 是不是真的有只鬼跟着我们 是啊 我们一出来 他就在门口跟着我们了 这些都是野鬼来的 没什么好害怕的 师兄笑着说 没过一阵 终于 我们就来到 阿婆朝早落田的那里了 咦 这块地 那么熟 我们马克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走过这片小树林 我借着手电筒的光线 打量了四周的环境 脑里面就不自觉地想到 师兄那时候说的话 这里有几只骗骗的东西 在那里徘徊 师兄也接过手电筒 四围地照着一圈 之后面色非常难看 他就问 这块坊地 你们家里是什么时候开出来的 啊 这个 是我前几天开出来的 我妈妈说 在这里要种一些豆 格仔叔就有些不知所措地说 喂 大侄仔 是不是这块坊地有什么问题 这块坊地不是有问题 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你妈妈搞成这样 完全都是这块坊地造成的 师兄就没有好气这么说了 蛤 喂 大侄仔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那现在要怎么办 格仔叔就心慌慌了 他立刻拉着师兄的手就问 要怎么做 量叛呢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这块坊地里面肯定是有一个阴窄 生人无端端 动了死人的阴窄 那不是老寿星的吃屁伤吗 大侄仔 我求求你 一定要救我妈妈 我妈吃了一世的苦 很不容易才享福 她遇到这些事 这个坊地是我开出来的 用阴窄的人都是我 要惩罚就罚我了 格仔叔都义无反顾地说 这次就给你一个教训 不是什么地都可以乱开荒的 你要开荒 都要找人来看一看 看一下 需不需要忌諱些什么 师兄就拎着头说 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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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不会再开荒 格仔叔的头 就点到好像鸡咪米 面上全都是惶恐知识 那你也不用太急 我来这里 其实就是为了 找阴窄主人的肉身 只要找到他的肉身 我就可以救你妈妈了 师兄语气温和一点 他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一个罗盘 就托在手上 罗盘上面的子母针 转转转转 最后就停下了 指住了北方 小七 我用这个是天盘 乃是阳宫所创 他可以定山川 尹阴窄 锁阴岭 罗盘 主要是盘中央的瓷针 和一系列的同心园 来组成 每一个同心园 都代表着我们中国古人 对宇宙万物的理解 阳宫在很晚的时候 才创造地盘 而地盘比天盘更加精准 小小的一个罗盘 就包含着宇宙万物之理 可以说是我们修道之人的本命法宝 你回去之后要好好地参悟 师兄就说 我记住了 我重重地点出头 师兄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记住在心里面 我们跟着天盘指示的方向去找 终于在坊地的角落头 发现了一个异常之柱 好多谢你收听 白鬼撞天台 本集已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期待你的收听 第29章 上回讲到 我们根据罗盘的指示 找到一个有古怪的地方 于是乎一起把手电筒的钢线 都集中在那里 那里的土 比其他地方的土 都要潮湿一些 师兄捉了一把 放在鼻上闻了一闻 我也学习他那样 在鼻上闻了一闻 师兄就说 陰窄里面的土 陰气比较重 所以他比其他的土 都要湿一些 因为陰窄是卖过人的 土里面含有一种丝臭味 正常的土 是土腥味 我用鼻子 就不停地吸一下 才闻到那丝不同的味道 你现在闻到的就是丝臭 只不过他的味 已经稀释了千百倍 将这些土 刨开 里面一定有东西 师兄很肯定地说 于是 格仔叔 就在地里面 撿起了一把 他朝早还拿来用过的铁铲 没过多久 就将上面的土 都清理了 嘘 下面真的有东西 突然 格仔叔就叫了一声 地里面露出了一截棺材板 棺材已经腐烂到不成样了 上面的红漆也都没有了 露出来的那一截 上面还有好几个虫洞 大只仔 下面有个棺材 我们需要不需要挖出来 格仔叔就心慌了 在这个黑妈妈的环境下 挖出了一个棺材 正常人的心脏都顶不住 当然要挖出来 不挖出来 怎样救你妈妈 师兄就说 他在一边念了一些术语 他告诉死者 为何要移动阴窄的原因 但是…但是我很害怕啊 格仔叔身上冷汗直飙 他都从来没挖过死人的棺材 拿着一块铁铲 就不敢上去了 有我在这里 有什么好害怕啊 小七 你来挖 师兄无奈地说 我摘过格仔叔手上的铁铲 就铲起了地上的土 我其实都没想到那么多 我只知道挖这个棺材 是要来救老太太的 师兄一手托着楼盘 一手暗暗结隐 紧盯着地上的棺材 而在一边的格仔叔 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 我一个小孩都不怕 而他却是缩手缩脚 于是他又一� wired 挖败码铁铲 铲铲'ºc'º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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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eibt 将近用了半个钟头时间 才将这棺材成件挖出去 棺材保存得还算完整 而表面除了一些属没有了 有丛杆 他又没有一闪就成功 将棺材托出来 师兄叫 我们三个人 費了一番力气 才不兑学 掉在地面 师兄拿着电筒仔细打量着这个棺材 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棺材 用松树做的 农村下葬一般都是用这种盔格的棺材 师兄摸着棺材盖 他眉头紧走 过了一会儿就说 格仔哥 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坟埋在这里 村里面的坟埋在北山 没有谁是埋在这里的 如果我知道这里有坟埋 你给我十个担我 我都不在这里开放了 格仔叔就苦瓜干的面子说 村里面被死人落葬 合观都是有道士相取 没可能连棺材钉这么重要的事都不记得 师兄就皱眉地说 挖出来的这口棺材上边并没有棺材钉 这口棺材埋了下去之后又被人打开过 什么是谁这么大胆把棺材挖出来 格仔叔十分惊讶 我怀疑这口棺材里面 撞的不是这个棺材的主人 有人吊丝佔棺 师兄又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开棺 师兄一声冷渴 一下就把棺材盖揭起身 立刻一股浓郁的恶臭就冲出来了 几乎令我们几个人都暈倒了 糟糕 不记得大事 师兄一拍后脑 用手立刻掩住鼻子 快点掩住鼻子 丝丑有毒 师兄提醒了 我们对付丝丑 我们有一招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葵树叶浸糯米水 贴在鼻子上便闻到 师兄这些话都是跟我说的 来,拿电筒过来 师兄接过手电筒 照向棺材里面 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只猫头鹰 站在树丫上便 不停地叫 那把声音很陰森 恐怖 传得很远 蛤 格仔叔听了一声尖叫 成见蛋起 格仔叔你做什么呀 不是就是一只猫头鹰 你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的 我开玩笑地说 嘘,你小子知道什么呀 猫头鹰是一种不吉祥的鳥 只要他去到的地方 就有人死了 格仔叔就没有好气这么说了 大胆野鬼 找死? 师兄一声怒汗 从怀里面 闷出了一张黄表纸 飞快地画了一道符 扔了出去 符子飘在半空之中 突然烧着了起身 一声凄厉的惨叫 来的时候我就警告过你 你居然还想出来害人 镇压你十年 师兄就冷坑了 蛤? 你真是有一只鬼? 格仔叔脚都打震了 一只鬼居然距离自己那么近 不用那么腾鸡的 那只鬼仔被我收了 师兄就没有好气敢说了 格仔叔一惊一诈 严重影响了他自己 小七 来 你拿着个电筒 师兄面上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顺着光线 我们看向了棺材底 棺材里面 有一具腐烂的尸体 深深的白骨都露了出来 头上的头发就全部掉了 那些腹肉和丝水流得成棺材都是 两只眼睛灯到大大 就是这样 里面烏热热 电筒照过去 还有东西在爬出来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傅尸 之前我鬼眼还未被封印的时候 在西堂沟的井底 那只女鬼已经变幻出各种恐怖的样子来吓我 我都已经有了免疫力了 格仔叔就站在武苑的地方 打死都不肯过来 找到了 师兄就突然叫了 我顺着师兄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傅尸的胸口里面 竟然还趴着一句白骨 教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